美国全面封杀华为 Google以终止授权 让华为Android手机涌现契机潮 消费者担心花大钱买华为机皇 到时候无法更新 无法使用就大调了 据通国报道 英国旧换新交易网站说 目前消费者抛售华为行动装置激增 想买的人数则不断下罚 从Google终止合作后的一个礼拜 上架华为装置数量 与去年相比 提振540% 原先消费者认为华为的P30 Pro 是2019年最好的旗舰手机 在英国全新售价约900英镑 现在出现有人抛售 一支运作状况良好的二手P30 Pro 售价仅100英镑台币403元 相当只剩新机价的一成 不过市场认为 节价九成可能只是个案 路透社报道 若美国持续封杀 华为手机有可能从国际市场消失 中新闻综合报道 收看苹果新闻网 健康频道 一并远离你和我